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文燕 现在论文时间是礼拜一早上的9点42分 加权指数跌66点 一开盘之后 行情又开始卖压又开始浮现 礼拜五全球股市都大跌 我想这个不用我再多说 大家知道 原因你们都知道了 那今天一开盘之后 开个小低之后一路下来 可是要注意哦 礼拜五美国股市的部分 道琼已经出现了开低走高 道琼从原本跌300多点 收盘已经回到剩下跌98点 下引线有长达将近250点的下引线 那欧洲是在补跌 所以欧洲礼拜四原本还涨 那结果礼拜四欧洲已经跌了 礼拜五 礼拜四美国已经跌 礼拜五又跌 所以欧洲是做补跌 所以跌的比较重 亚洲股市的部分 目前比较麻烦的是 日本跟韩 日韩两国在贸易大战 这个贸易大战 有时候对一些商品的云料 可能会拿不到 可是台湾这边 有些能够有转单的机会 所以要看个股 这个情况会比较复杂一点 大陆股市目前开盘是小跌 0.8%跟0.5% 所以国际盘其实还满乱的 这一次从美中贸易大战 演变扩大到日韩贸易大战 局势确实是很乱 可是台北股市这个礼拜 有跌升反弹的机会 因为下面半捏线 跟捏线都铺在下面 像这种大的支撑一次来 要灌坡不容易 所以这礼拜很有可能的走势是 跌升开始进入一波强势的回升 可是你要记得 这整个架构已经被 美中贸易战给打破掉了 被美中贸易战给破坏掉 所以整个头部已经出来之后 这个航空纵使弹上来 整个趋势还是往下调整的一个趋势 所以现阶段因为还有 很多公司财报还没有发布 甚至于还没有除权 所以个别股比较重要 可是只要是涨高的业绩烂的 趁弹高上来你一定要逢高走 所以现在底部的机油股还没有除权的 那你还可以做多 懂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多空两边都可以做 掌握业绩烂的逢高空 我这两天假期的时候 我已经准备好了35档 35档业绩很烂股价太高的 这个只要谈上来之后 我会带会逢高做空单的布局 那底部的多单你就不用怕 底部的多单你就不用怕 所以现阶段大盘 粘线半粘线铺在下面 所以大盘今天或许下半场就会上来 为什么说下半场就有机会上来 因为今天大力光很强 大力光很强 因为大力光接下来要除袭了 大力光除袭的时间表是在 明天要除袭了 那大力光要除袭 所以今天大力光强势的时候 这个行情大盘下半场有回升的机会 这点大家特别注意到 像今天2327国具 也发布出除袭的时间表 国具今天也蛮强的 带动2492华星科 华星科今天也蛮强的 所以最近你知道业绩好的 底部的要除袭的 其实就相对比较强 像3317尼克森 今天也是很稳 因为要除袭了 所以你要把个股拆开来看 业绩烂的 涨高的 这个有反弹不要一直追空 有反弹上来空 我这35党地雷股 财报地雷股 我会在今天的时间给我所有的会员 因为我已经整理出来 可能要再做最后的打字的动作 那等确定都整理完之后再提供给会员 反正现在我不会去追杀了 对不对 等弹上来 你看今天盘面上的股票你看 加折自身 这都很强啊 有没有 加折自身 这都很强啊 这都很强啊 因为底部的个股 自身也是底部刚上来而已 所以这跟大家讲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就是这样 安全安心 美律这两天就要反转了哦 时间就在这两天 所以这两天只要反转一出现 美律也会开始上去 这是捏线 捏线重新站回去之后 就定案了 而且指标在很低的地方 所以现在这段整个大盘来说 目前是比较弱 可是这礼拜有跌升 反弹的机会 那重点在个股 GIS礼拜五 打一根下来之后 今天稳下来了 随时都会把这个缺口给补掉 所以GIS也是随时会补缺口 那中行 今天就很强了 中行已经回到大量的底部 把人主力的成本趋了 所以中行35块钱以下 也是一个买进的机会点 好 围影今天下跌 跌得好啊 那指标太高 虽然说法律喊到 450、550 不要追高 指标太高 等下来再接 等下来再接 我们也是395元先卖掉 等下来之后 我们才会再买 齐邦 你看我们股票今天都很强啊 齐邦今天也是上涨 这太熟悉了啦 60块钱这个平台 就是一个底部的平台 这是长期看好的股票 对 复生应用 你看我们上涨18的卖掉 是不是很漂亮 目前整个局势比较乱 就不用急着在这里去接回来 有时候要好股票你要做多 你要看时机 目前这个时局比较乱的时候 想要做多的股票 可以再忍一忍 除非是很低的很便宜的 好被动元件的部分 国具 开始在补涨了 除前时间表出来都快在补涨了 那连带也会带动华星科 你看我们华星科这一次 168买的很漂亮啊 现在已经又180了 已经赚了十几块钱了 可是他并没有带动整个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还是很弱 像凯美智宝这都很弱 大义都很弱 所以他只是个别 除前行情在动而已 我们来看环球金 环球金目前是小跌 一块钱这个很少 明天会有财报 财报估计会利多啦 那今天 外商花旗出了一份报告 那美中贸易战跟日台贸易战 建议长期持有环球金跟台积电 这是长期受费的股票 这是花旗银行今天出的报告 建议持有环球金跟台积电 因为在两四国的贸易战里面 这是受费的两 受费长期受费的两家公司 提供给大家的参考 好我们下期见 本公司以望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